她的父母呢再给她这个庆祝啊 所以拍照的人应该是她的父母 问我这个人幸不幸福 也就是说从粉丝粉转黑 变成了黑子 这个大哥我怎么看他 不能说是幸福啊 先生们大家好 我会了 咱们今天玩游戏呢 叫做这个人他幸福吗 那这个游戏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要去做判断 这个人到底幸不幸福 会给我们一些资料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是或否 听这个音乐呢 会有点悲伤的感觉啊 不知道是怎样的游戏啊 那么视频开始行了 还行 可以点赞做影片真的很真的 白的哥哥怎么看行 那这边呢是这个游戏的向导啊 他跟我说你好啊 他要跟我说明一下这个游戏 说明吗 说明吧 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要回答7个问题 那提问的时候呢 会有图画出现啊 然后再会说明这个状况 那之后我们就要回答 选择是或者是否 那问的问题呢 就是说画面里的这个人物 他是否幸福 如果你认为不能回答 你就选择跳过 同时 否定 并不代表着说这个人他就不幸 所以就说我问你幸不幸福 我说不 只是说你现在没有那么幸福 但不代表你就倒霉你就不幸 说白了他就说跟你确认这个人 到底幸福这个状态 是不是这个状态 那最后呢 这个游戏是没有保存功能的 所以现在开始 第一问 画面里出现了个女孩啊 很明显是有个人在给她照相啊 那右边是这个少女的信息啊 18岁学生 然后还有个备注 说点了寿司 然后下面呢 应该就是这个女生的名字 叫做早知 她这个大学合格了 考到自己想去的学校 她的父母呢 在给她这个庆祝啊 所以拍照的人应该是她的父母 问我这个人幸不幸福 目前这个场景 我觉得可能是幸福的嘛 考到自己想去的学校耶 而且 爸妈妈也在跟她一起庆祝 总的来说这可能是幸福的吧 他可能是幸福的 这边会给我回答说 没错 是正确的答案 那这边是说 这个女孩她的努力有了结果 然后也有人庆祝 就感觉挺幸福的 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对啊这个很好判断嘛 看第二问 第二问应该是换个人 这回这是个小伙子 小男孩应该是啊 11岁 学生 备注是生日的时候 给买了游戏机 哦所以她在打游戏是吧 旁边有朋友啊 一群朋友也在大游戏 下面是说这个小伙子 他在放学之后 在公园和朋友们 在玩这种对战的游戏啊 当然输了之后会有惩罚 嗯 这个人幸不幸福 看起来应该也算是幸福的吧 而且你看这个图上 大家的这个反应也是比较自然的 应该不会有存在什么霸凌 不霸凌的这种事儿 游戏书都会有一些惩罚 这我觉得倒没什么 请一杯可乐呗 对吧 幸福的 啊 错了 为什么 那这里是这么回答给我的 说这个萨太也就是这个小男孩啊 和朋友们在公园玩游戏这个事儿 对她来说是个挺正常的一个事情 啊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游戏啊 我们要想她是不是真的能感到幸福 那其实对我的角度来说可能会觉得幸福 因为我会觉得蜘蛛藏嘛 对吧 能有朋友一起玩就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不过确定得考虑到的 可能小孩的话就会 不会有说蜘蛛藏的这个情况 明白了 是这样的游戏 第三问 啊 说这个少女她是个季品 她15岁 好小还是个季品 她的被读选 她在封闭的村庄里长大 这个少女叫做宁英啊 宁英桑呢 她因为这个村子的信仰啊 被选成了季品 所以被化了妆 这肯定不幸福啊 但是 这更像是跟着村里的那种世俗 就没办法违抗的那种 不管怎么说可能是不幸福的 这里的回答是 不信仰的人 村子里是不需要这样的家伙的 啊 她也没说我这个答案是否是正确 就是如果你不跟着这个信仰走 你可能会被这个村子给孤立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少女很惨啊 就如果能从这个封闭的村里逃出来 或者是来到外面的世界 至少她的选择会变得更多吧 这边是第四问 所以也不知道刚才那个是不是正确的答案 但我觉得这个没关系啊 我们自己心里其实都有答案的 那这个一看就是不能说是幸福吧 你看这里已经在自残了 这个是叫有希三 有希小姐 她呢是21岁 然后是自由职业者 她有很多的朋友 但有很多朋友不代表说就会幸福 因为你这个朋友可能只是表面的那种朋友 或者是比较浅的那种朋友 而且就算有朋友也不一定能治愈自己的心灵 因为这个东西没有说一定的这种逻辑关系 我不知道这个有希小姐她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啊 可能是家庭不幸还怎么样 我们关系这个游戏的核心 那说这个人幸不幸福 那我们很明显知道她是不幸福的 突然我们这人用家里一句话说打成马赛克吧 对啊 然后这边就打成了一个马赛克啊 确实不要学习啊 这个自残的行为还是打妹打妹 所以现在问我这个人幸不幸福 那肯定说是不幸福的 好我们今天选择不 你回答正确了 那这是讲说有希小姐是在渴望幸福的 但如果变得幸福的话 会和自我的认知有所偏差 所以无法变得幸福起来 就实在是也没有什么办法的事情 大概能明白她的意思呢 就是她自己也没有去接受拥抱幸福的这件事情 也很害怕去接受啊 因为她之前一直可能认知于说自己是不幸的 所以幸福对她来说是那么的难能可贵啊 怎么说呢感觉最后大家都会要经历一个自我和解 然后接受自己的那么一个过程 好我们看第五问 那这个优家小姐她25岁啊 然后她是负债累累啊夜晚的工作 好像是夜总会的工作还是什么 然后这边有说这个优家小姐呢 想让她旁边这个应该是牛郎 让她要成为今天的这个第一名 就疯狂的给她买酒啊在那喝酒 那也说她幸福吗 那她这种幸福应该只是多巴胺吧 啊错的 因为和喜欢的人度过了时间 所以优家小姐很幸福 呃 所以优家小姐是很喜欢这个牛郎是吧 而且这种喜欢是真正的爱意的那种喜欢 所以她很幸福 那我刚才想法可能是我是大哥大姐 我来打伤你们的感觉啊 那种情况肯定不算是幸福 那如果是真是爱上这个牛郎 就是为了自己的恋爱付出的这种 嗯我到时候能不能理解她这个幸福呢 哪怕在外人眼里看起来 牛郎的话可能会把这只是当成一种工作 她说的一些花言巧语只是为了让你开心 不管外人再怎么看 那优家小姐是自己说我是幸福的 好吧 其实这个游戏我这么一想法也是挺有意思的 我们的一些看法呢 其实也会和这个游戏的回答 产生一些交互 好这边是第六个问题了 这好像是个大叔啊 大叔41岁 萨拉利嘛 是上班的员工意思 备注说明是他有失眠 大叔他对自己曾经喜欢的这个主播 进行一些诽谤重伤 也就是说从粉丝粉转黑变成了黑子 这个大哥我怎么看他都不能说是幸福啊 对不对 很多信息都显示他是不幸福的 这种情况我实在是说不出他幸福啊 对啊 那这里做了一个补充说明 就是说这个大哥他执行了正义 舍弃着幸福 但也不是说放弃了诽谤重伤 就会变得幸福起来的意思 把这个话说得很圆啊 不过这同时也是讲出一种现状嘛 比如说网络上有一些谩骂呀喷子呀 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享受一种 这种执行正义的快感 但有时候那个正义真的是正义吗 而且就像这个普通所说的啊 其实你在网上你是夸别人也好 你去骂别人也好啊 也不代表你会得到幸福 而我是这么理解的 最终问题了 第七问 年龄问号问号税 职业问号问号 被注选项是正在玩这个游戏的人 是我是吧 这位引导人说最终问题了 但很可惜我没有玩家你的这个照片 他问我幸不幸福 我可以很自豪的说我幸福 就像我游戏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我自助常乐 说到底我们做这个频道 我好像也没有好好跟大家说过 起码是发视频去说过这些话吧 我做这个实况频道 其实是第二次回来了 以前其实是有退出过这个 算是圈子也好 说行业也好 曾经对做实况变得非常的厌恶啊 但是那是游戏的问题吗 是实况的问题吗 并不是 不是任何人的问题是我自己 大概是我自己放弃了自己的那种情况吧 就像我之前也所说 我可能在家有养病养了两年 然后重新对生活 应该算是从那种沼泽地里爬了出来啊 爬出来之后 我发现世界处处充满着光学们 然后我去试着做了其他的一些行业 后来我发现做着做着 我还是会喜欢想去玩一下游戏给别人看 觉得还是很快乐很有意思 最后很自然就又回到这个地方 我会发现这个东西我拒绝不掉 如果断手不掉的情况下 会怎么办呢 那就接受吧 和我一辈子走下去 当然这里好像又说的太果断了啊 就是说我一定要一辈子做实况 也不是这个意思 至少现在的心情是这样子 至少我也不会说 我以后再也不做了 会说这种话 多的少少如果以后不干这行了 可能有的时候某一天 还会再去拿出来去玩玩游戏啊 给大家看这样子 总而言之我现在就是在人生里 我觉得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啊 能保证自己的基本生存 这样就挺开心 遇到不同的游戏啊 有不同的思考啊 和各位观众相遇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 就哪怕有一天我不干这一行了 我所走过的路 都会成为我以后成功的基石 如果以后遇到危机 我以为相信那就是转机 所以没什么不好的都很好 你问我幸不幸福 我很幸福 以上就是这些问题结束了 他说我辛苦了 你也辛苦了 然后我这边谈出两个选项 左边是您辛苦了 右边是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我问一下 我要问这个作者是不是幸福的 哇就谈出了作者的信息 作者多少岁问号 然后职业是游戏的引导人 被读是从事这个职业之前 没有其他的技艺 所以也不能算是作者 然后这边说是在纯白的空间里 按照指示来进行引导 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很幸福 因为他就是在这个游戏里被设定 就是我要做引导人 除此以外好像也没有别的事要干 那引导人说他有各种各样的人生情报 但是自己的情报却是没有的 每次游戏结束时记忆就会消失 只会记得结束了多少次 我是从自己所持有的人生情报里面 随机截取了一部分来去问问题 但是我也不记得我曾经问过什么问题了 怎么感觉这个游戏引导人 这个角度也是挺心酸的 那恐怕大概每一次都会有同样的画面的时候 我都会问出同样的问题吧 这个我觉得一定是 就是这样反复地做的同样的事情 那游戏的NPC的话应该是这样子 我知道别人的人生 但是我却不知道自己的人生 明明知道幸福这个信息 但自己却感觉不到呢 好可怜 等一下 游戏引导人好可怜 说到底 我所持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信息 它本身是真的吗 做了一个怀疑 因为它也没有办法确认呢 请等一下 难道我说这个话说了很多次吗 我已经重复了多少次呢 我还要再重复多少次呢 那就要看多少个玩家打开这个游戏了 很抱歉 跟你说明了有点太长了 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幸福吗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人如果知道的不多的情况下 他也可以很幸福 然后你知道的多了也不代表你会幸福 这个完全取决于具体的人具体的情况啊 所以游戏引导人问我他幸不幸福 所以我摆在这个游戏所有的问题的答案 就我说他幸不幸福 那都是我的角度的一个判定 我无法主宰他人的幸福 每个人的幸福都是他自己认定的 所以我觉得本身这个行为呢 我玩到最后就觉得好像是没有意义的 我有想到跳过吧 我把这个答案留给他自己 突然谈了个不可能存在的问题 我检测到了游戏引导人的异常行动 啊这是作者吗 游戏要结束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所以刚才这个地方算是这个游戏引导人 有了自己的意识是吗 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尾 变得有意思的起来 最后是作者 说检测到了这个NPC有异常行为 给把游戏给终止了 还有意思啊 我不仅打算再要玩一遍 看看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但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是单结局的 看一下吧 那这里他是问我他幸不幸福 那我们就说他不幸福 哦不管怎么选 这边都会被打断 游戏就这么结束了 也没有什么变化啊 我们就玩了第二遍 那刚才我也算是把这个游戏 也算总结了 也没什么其他要说的了 我其实比较好奇 观众们对于这个游戏怎么看待 那以上呢 也都是我的一些个人见解 那我也很感谢这个游戏啊 让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探导环节 那不感谢各位收看我 顾尔拉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